兄弟们,我失业了。 我失业的原因居然是因为这些蚂蚁太懒了。 这些蚂蚁储存了很多食物, 然后它们就天天躲在蚁巢里面不出去, 导致我拍不到蚂蚁的视频。 作为一个拍蚂蚁的up主, 拍不到蚂蚁视频也就失业了。 经过一个月的日思夜想,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, 就是把这些蚂蚁的食物洗劫一空, 让它们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。 这样子, 它们就会每天都跑出来让我拍到视频了, 而且还不能让它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, 不然它们整天趴在里面都不出来外面活动。 我觉得应该让60%的蚂蚁有房子住, 然后剩下的40%就会在外面跑来跑去, 它们就可以带动整个蚁群活跃起来了。 这样子, 我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蚂蚁视频素材了。 这个就是它们的新房子, 只能住下60%的蚂蚁。 由于房子太拥挤, 一部分蚂蚁就会跑到外面。 等它们饿了, 它们就会进去把吃饱了的蚂蚁赶出去, 极大的增加了蚂蚁的流动性, 然后每天只给它们一点点的食物, 让它们刚刚好能吃饱, 又饿不死。 这样子, 它们就会一直忙碌起来, 每天都要到处去寻找食物。 你们看它们忙碌起来的样子,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?